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特朗普總統的最新近況 在1月20日的早上 他離開了白宮 返回到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定居 當日原來當他的座駕駛經海湖莊園公路的時候 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甲道歡迎 在公路的兩旁 很多民眾就帶備著自製的支持牌 向著特朗普總統的座駕揮舞和歡呼 這種熱情的氣氛 可以說跟當日拜登的所謂就職典禮 有著天淵之別 因為在當日的華盛頓 根本上找不到任何一名民眾 只有受邀請的政客 軍人和主流媒體的記者 氣氛就非常之慘淡和冷清 而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附近的公路 聚集的民眾就已經超過了 當日在華盛頓獲得邀請的政客的數量 那個反差就是非常之大 因為拜登聲稱自己有8000多萬票 至於特朗普總統的高級顧問 Jason Miller 他接受一家媒體訪問的時候 透露了特朗普總統未來兩年的大計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一堆數據 這堆數據其實就反映了 特朗普總統在他任期將近結束之際 是大受民眾歡迎 而且他的支持度 是創了他任期之內的新高 先看第一組的民意調查數據 就是來自保守派的拉斯穆森所做的 他們的調查結果顯示 第二 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 去到任期結束之際 是上升到51% 完全是出乎外界所預料的 因為這個數據就已經是反映了 在1月6日的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 所產生的所謂負面影響 但是原來的支持度是不跌反升的 證明得到 民眾的眼睛是雪糧的 好了 至於第二組數據 就是來自CNN委託一家民意調查機構 所做的 根據他們的結果就顯示 有八成的共和黨人是支持特朗普總統的 在基層的共和黨人當中 支持度就更高了 達到94% 好了 第三組的民意調查數據 就是來自伊普索所做的 他們就查了出來 有57%的共和黨人 認為特朗普總統 應該在2024年的時候 代表共和黨 參加總統大選 可見特朗普總統 仍然是受到了 民眾的廣泛認同 尤其是在共和黨裏面 地位是非常之尊崇 好了 這個數據就說完了 這一樣數據其實也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 在過去這一兩天 越來越多 共和黨籍的 參議員 開始表態 表什麼態呢 就是反對 這個 彈劾議案 因為他們心底裏面 其實都有點懼怕 就是擔心 一旦特朗普總統 他真的動了個念頭 說要退出共和黨 和成立一個新政黨的時候 共和黨在接下來的四年 包括是2022年的中期選舉 和2024年的大選 都可以說是肯定的 是輸硬的 因為你失去了一個強人 你失去了一個 擁有基層民眾支持的 是一個領導 所以現在他們就開始 陸續 說要反對這個彈劾議案 其實他們就應該更加早來表態 他們不應該 等到20號之後才說這些 因為 老實說你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就很應該反映得出 那個真實的民意 誰人都知道 特朗普總統被人屈的 1月6號那個 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 關他什麼事 不是他指揮 更加不是他發號私令 當他看到有些激烈的民眾 開始衝擊國會的時候 他有在社交媒體發佈一些片段 出來叫停他們 叫他們回家 那你那幫參議員 過去一段時間 似乎看不到 來到20號之後 知道糟糕了 知道出事了 擔心特朗普總統 寫他們而去 怕自己的席位都不保 才出來表態 有一點點遲 不過遲到也好過沒有 按照現在這個情勢 似乎在參議院內 那幫民主黨人 和一幫監察 例如 康內爾那幫人的如意算盤 就應該打不響 這個彈劾議案 就過不了三分之二的門檻 因為參議院要彈劾 就不是簡單 過半數 就是要三分之二多數 現在看法不行了 你問康內爾找到多少人去 最多羅姆尼 那幾件鐵膽 下50多票 到最後的表決 所以就彈劾不了 故此 特朗普總統仍然是可以 在未來 參選這個公職 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特朗普總統的高級顧問 Jason Miller 他在接受一家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透露了 特朗普總統 未來的兩年的大計 那他又怎麼說呢 他說 特朗普總統暫時 會有一段時間 需要休息 他就不會馬上開始行動 會在一段過渡期之後 才會有所動靜 其實這個絕對是可以理解 因為 特朗普總統在去年10月 中了武肺之後 他很快就恢復過來 又走去馬不停蹄拉票 大選過後 他又要為了很多選後的爭議頻撲 一直到1月20日之後 才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對於一個70多歲的長者來說 他在這段時間休息下都很應份 都操勞了4年 好了 接著 Jason Miller就說 特朗普總統 將會有 兩項的大計 第一 就是要開始準備 要在2022年的時候 幫共和黨人 贏回 參議院 和眾議院的控制權 以確保得到 共和黨人 是能夠在國會裏頭 制止 民主黨的 瘋狂行徑 其實這個目標就相當積極了 是不是 因為在2022年的時候 整個眾議院 就會改選 因為眾議院的任期 就是兩年 至於這個 參議院就有 三分之一的席位改選 那你說能不能夠 重奪 參眾兩院的控制權 在這個數字上 是絕對可以的 你眾議院全面改選 過半數就已經可以了 我相信這個機會 還很大 因為你這次拜登一上台的時候 就已經搞到 美國的經濟都天翻地覆了 你又不會管治 那些民眾又不服你 不單止是說共和黨人 或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服你 連本身撐開你那些 什麼Antifa 或者是叫做BLM都出來反你的時候 那就開了個頭 其他的利益集團 喂 一搞這個政治苛索的時候 你本足不到他的要求 就又出來反你 那麼簡單 那你拜登一搞不好的經濟的時候 那些民眾自然就會有個反彈 有個鐘擺效應 至於說參議院 事實上也有機會 你改選三十幾席的時候 只要贏多下一兩席 就已經過了這個半數 所以 其實就是這個目標 很積極 而且就容易做到的 這個就引伸下去 特朗普總統第二項的大計 根據Jason Miller所說 他就說 特朗普總統 將會 和各州 和 州議會 密切合作 以確保未來美國的選舉 以及 公民的投票 有效性 和誠信 其實這也是積極的 我看到有些人說 以後不用選了 那不是的 起碼 他就會做一些事情 和州合作 和州議會合作 現在起碼 距離中期選舉有兩年的時間 距離下一次的大選 又有四年的時間 你足以 就叫做 撥亂反正 所謂 亡羊保勞 就未為晚也 你有四年時間 在野的時候 做好一些 關於選舉誠信方面的功夫 我相信 在下一屆 比如說中期選舉 那樣 那個成效 就會反映到出來 那我覺得 是要做人 也要積極一點 是不是 有些人 一看到結果 現在這樣 就自怨自艾 或者是 變了走去 經常看那些陰謀論 就很無謂 我又解釋一下 什麼叫陰謀論 就是那些純粹穿作附會 又或者是根本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的憑空想像 那些就叫做陰謀論 我最近聽到一個陰謀論 又說特朗普總統準備要在三月翻盤 實請這班人 麻煩看看美國憲法 總統的繼任順位 是有一個很完整的次序 裡面是說十七八人 除非裡面那些人都死了 就算死了也好 都是由民主黨人來繼任 所以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那些陰謀論 是有成立的空間 除非你說 你建立另一個國家 不叫做美利堅合中國 但是現在看起來 根本上 就沒有這些 這樣的跡象 所以我就認為 那些陰謀論 是很無養份的 而且去到一定的時候 都會爆破 那說來幹什麼 好了 說回這位 Muller 所說的言論 主持就問到他 到底特朗普總統 會不會在2024年的時候 再次參選呢 那這位Muller就說 暫時來說 他還未作出一個決定 但是他本人 就很希望看到這件事發生 以使得 特朗普總統能夠重返白宮 繼續他的第二個任期 那我又說一下 其實在美國的歷史上 又真的出現過有一位總統 他那個任期是斷了一屆的 即是說他先做四年 然後有四年就變了在野 後來又再做四年 這個就是民主黨人克里夫蘭 他就做過第22任和第24任的美國總統 中間有一屆就給了共和黨人去做 以前都發生過的事 不用說創先河 以往都出現過 至於在四年之後 特朗普總統 他都是78歲而已 現在拜登都78歲才是登基 你說四年之後 如果特朗普總統維持到他的身體狀況 他會再次參選都不出奇 因為他在共和黨人裏面的聲望很高 在軍隊的聲望也很高 再加上就算他本人不參選 可能他的女兒伊曼卡去選都可以 又或者配搭蓬佩奧 蓬佩奧就已經在他的Twitter上寫了 說有1300多天的日子 其實你計算日子 就將會是 下一次大選的日期 這個心意都很明顯 我覺得做人都應該是積極一點 和樂觀一點 去面對一些困局才行 你現在拜登喜歡登基 就任由他應驗 庚子魔咒 沒問題 你就當他黨殺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